歡迎大家收看機密行動 又是我Ronald,Ronald Mac跟大家見面 上個星期有來到茶醉的同學 都應該有了解到我們現在對後市的觀望 情況是怎樣的 其實你也要去自信點也好 誰說也好 你也要自己確認自己的整個投資 究竟現在你覺得是否踏入紅市 因為如果踏入紅市 整個策略性或部署 你真的要更改 因為在之前的策略 可能你會不清晰 或者方向走錯了而輸前 你最不想出現的東西 所以你一定要去留意 我上集跟大家說過 關於年金 因為年金除了你買股票 基金以外的一個選項 其實我覺得是一種不錯的方法 去幫你做避險 或者做一個分散風險的一個工具 之前很多同學都問過 究竟我買債機 或者我買基金組合裡面 我將由股票的基金轉到債券基金 好嗎 或者經常都給我一個名字 就是這樣說 這隻債券基金好嗎 派息好嗎 派息也好 派息也好 不派息也好 其實債券是否真的 我們當紅市來轉車或跳車 我們叫做一個很好的工具 讓你去做避險呢 不如今天去了解一下這個題目 不論你覺得債券基金是否好 但我們去了解一下 究竟現在環購市場商 有甚麼債券基金 可以給你做選擇 究竟是否值得去做避險的工作 在前面之前 不如我們去看看 現在全球 年頭到現在 其實環球的市況是怎樣 因為前面你做轉車之前 拜託你了解一下自己的資料 因為你連自己的資料 是現在升還是跌 或者狀況是怎樣 都很不同 我這裡要再澄清一次 我上次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中國基金的升還是不升 但為何會跌得那麼多 是因為我用了五年前 開始如果每個月供的話 我的資料 現在的狀況是 在我拿著那隻基金 是會再升 所以剛才說 你要知道自己現在 究竟我心想買這個策略 還是你的月供買策略 兩種都是不同的 因為月供的 你的風險承受能力是高一點的 因為你有平均成本 你每個月都在固定的時間 用固定的金額去入貨 所以如果真的跌的話 其實你進多了貨 這個概念 你一定要切記 是對你很有幫助的 但相反 如果你是欣賞的話 你會開始騰騰陣了 因為無論不論你年初買的 可能要看你哪個位置入 你剛好在二月那個低位 剛剛年初有個低位 那一刻入了的 恭喜你 可能你有機會賺的 但不是的 我剛好在年初升的高位 你去買了 現在可能有點虧損 所以如果我同一支基金 你在不同時間入市的時候 一定很明顯有不同的分別 所以你記住 上課的同學或者聽過我講 都知道了 所以欣賞都有欣賞的策略 記住用137和159的策略 好了 那說回現在年初 我就用大家可能比較熟悉些 或者容易些去接觸到的網站 去做一個圖表 這個網站 大家都見過就知道是什麼 那我不多說 因為我們不牽涉到任何的廣告 那你去到這個網站去看到了 那見到年初到現在 Top10最升得最好的 咦 美國科技基金 還要每年都派息 這個就比較特別些 就是科技股其實 就算是第二 去到第四 很多都是人工智能的板塊 年初到現在是升的 另一個板塊 我又講過 這個就是一個中東 或者中東不菲的板塊 其實都有幾隻基金 其實都升了超過12%以上的升幅 年初就算你唔心買 其實現在 你買了科技股和中東 其實你都有賺的 另外還有的都是圍繞著美國 和北非 真是這兩個板塊 美國之前 茶醉都講過 阿Grad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在美國 現在玩的貿易戰 Jacky也說 這個 港股騰騰陣 但美股其實都上升 那美股上升 帶動其他美國相關的資產 就是某個行業的板塊 可能會更加受惠 所以就得出這樣的結論 年初到現在 不如我經常都講 基金 真的不是短期的策略性 因為你做基金的投資 你一定要至少擺三至五年 這樣才會幫到你做投資 所以你真的很短期想在基金裡賺得很好的話 我幫不了你的 因為我不是這種策略性的工作 我們一定是長期做一個 中期至長期的奏劇去做 所以我看回 基金現在三年前的表現是怎樣 你要了解回 過去三年這個都是那個表 最靚仔那隻升了85% 都是科技基金 過去三年 就算年頭到現在 其實科技 科技股都還在帶動整個升市 所以就算在基金的情況 另外就有些消費品 和俄羅斯都進入了 所以我之前和大家講三年策略 之前我們一五年開始 其實是做得對的了 就是一五年開始到現在 就算我同學都知道 某程度上有些俄羅斯已經沽了 但是年頭到現在 之前是升了80%多 現在都回落的 只有55% 因為最近俄羅斯也有跌的 所以就算那一刻 你不在高位裡沽到俄羅斯 其實你現在還是賺錢的 所以都是那句 你做得對決定的 因為在最高的10%還有一個國家 就是台灣 台灣也是 我們之前都是 這個就比較早期一些 不過我們都已經是來過場 台灣 所以就看回你自己 如果你還是拿著一些 我之前說過 巴西、印度、土耳其那些 就真的 真的要想 因為如果你早點聽 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現在呢 就算俄羅斯 土耳其 印尼 印度 這些基金 拉丁美洲 巴西全部都下跌 巴西已經算是這樣 只是下跌了10%多 土耳其或者印度 都跌得超過20% 甚至乎土耳其30%多 所以這些國家就不要碰了 很多同學都問 如果它跌 你不是經常都說U字型的嗎 你希望它短期跌 然後中長期上回來 你舔完整個平均成本法 比你慢慢上升 但是 你問我現在是否入土耳其 印尼、印度 甚至乎巴西這些板塊好呢 這個呢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析過 之前我說巴西的樣子 巴西基金呢 其實它在政治體系 很大的問題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它在 剛才說的 現在短期跌 但是它中長期 是不是真的有什麼 那麼重要的東西 可以令它升回 我們之前說過 這個可能性不大 這個題目 如果真的想大家 想了解多些 真的巴西是否長期看不到呢 或者某些板塊 印度或印尼這些都好 你都可以留言 我留言 是否真的想知道多些 我真的可以做多些 research 如果你不想知道 就不用留言 那我不說那麼多了 另外一個板塊 其實都是最近 在過去的三個月 我之前有說過 是跌的 但我叫你入的 就是越南 因為越南 其實相對於巴西 和土耳其 這些國家 它中長期的升幅潛力 就是它基本底面 就是那個牌面 是英俊很多的 所以你駁它 它從二、三線國家 即是新天市場 新天亞洲 不要說二、三線 新天市場 新天市場國家 將它的GDP增長之後 上回到二線頭 甚至一線尾 的國家的級別 其實你已經享受了整個升幅 所以越南來說 如果你說真的想在 真的在跌市裏面 做一些策略性 或者U字型的盤子 我覺得是可以去做的 這個的選項 就是那句 就算你選擇適合基金 選擇的版塊也好 你都會選擇基金 記得留意我們機密部署的班 然後跟大家看看市面上 即是你們可能會容易見到那個網站 之後 我也跟大家說一下債券 因為今天的主題是債券 是不是應該轉車去債券 熊市 剛才也說了 因為債券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版塊 我想市場同學都問過很多 譬如亞洲的債券 現在好像亞洲的債券 還有新興市場債券 歐洲債券 歐洲新興市場債券 美國債券 美國企業債券 甚至可能有一些環球性的債券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債券 不如抽幾個和大家說一下 都是那句 如果你真的想 很具體說哪一類型的債券 請留言給我 我盡量做多一些研究 告訴大家 其實是怎樣去看的 首先第一個看的就是 這個 亞洲債券 亞洲債券 我就在我最喜歡的網站 都是Morningstar裡面 比較中立的一個數據 去看看 其實現在亞洲債券的表現是怎樣的 我就列出了 過去三個月的回報 是哪一隻跑贏 如果你之前開始去想 可能真的轉勢 我想轉換一些 我自己的投資 某個部分 到債券裡面的表現是怎樣的 那你見到 不好意思 其實都是只有兩隻 只有兩隻亞洲基金 其實是升的 最帥的那隻都是升的2.39% 其餘都是跌 雖然是沒有跌得那麼 可能你的股票倉裡面 那些股票基金裡面 跌得那麼多 跌都是跌一兩個% 最誇張的那隻都是幾個% 所以相對來說 都是跌的了 跌沒有那麼多 第一個 亞洲債券 好 然後你看亞洲債券 如果我經常性持有 又是怎樣的狀況呢 其實如果亞洲債券來說 過去三年的平均年度回報 其實都是2-3% 所以其實你過去三年 和現在年頭到現在 你都是大概2-3%的平均回報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幫到你 報酬增長呢 既然見智了 因為我都跟你說過 我不知道你用哪個平台去買買基金的 因為不同平台有不同的收費 那個基金可能就會有賺錢 但是你的平台可能已經蠶食了你5-6% 甚至會更誇張 Extreme Decay 我不說了 那樣的收費 那你怎樣賺錢呢 那不如不要買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債券 即平台和債券 幫不幫你做到事 那除了亞洲債券 那我還有什麼債券可以幫到我去 真的是不是你覺得值得去避險 那第二不如我去看這個環球債券 那環球債券基金經理可以做的事就寬一點 就不只是亞洲這樣 那所以那個表現是怎樣呢 最差那隻 我也是說最差 最差是跌了7.5% 那其實環球債券來說 雖然它的靈活性是高一點 那我上課的時候就會跟大家說 真的怎樣去看一個基金裡面 背後的underline asset是什麼 那這個是因為這個相對比較長 和複雜 那我也是上課教大家會方便一點的 真的怎樣去選 怎樣去看其實那隻基金在買什麼 為什麼它會做得那麼差呢 其實都可以了解一下 其實那個基金公司和基金經理 是不是做到事 是不是幫到你 那其實你看到三個月的回報 其實跌7.幾個% 其實都是幫不到的 都是做不到一些事情的 所以你是不是要去做環球債券呢 那你就要保留了 好了 亞洲債券和環球債券 都幫不到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債券是幫到你了 那我跟著就嘗試去做一些 按一些美國的企業債 跟大家做個表現的 那美國企業債有個好處 就是高收益債券 那之前幾集都跟大家說過 那當然首先第一 美國整個經濟或者整個股票市場 都在升 那或者不是跌得很厲害 甚至乎有些 如果你年頭爭就有些升幅了 那所以它的債券其實都好的 我都之前說過 甚至乎我 唐糖 很多趕車都說過了 如果市場確認熊市的話 什麼資產都會跌的 包括債券 那所以企業債券 有機會 很大機會 應該這樣說 都會跌的 那但是相對來說 你會瘋到個普通 那所以其實你最好 都是趴下去問你什麼的分 看情況如何 甚至乎有些 你平台如有些對沖基金的時候 不如買對沖基金更好 所以環球債券來說 環球企業債券相對是好些 就是美國 但是是不是真的覺得 你值得去做stretching 你要去考慮 那你問我 我建議現在去做什麼的部署 最好呢 其實你如果覺得 真的確認了 首先 你問清楚自己 無論你買股票也好 基金也好 現在是不是紅市 或者未來你覺得 什麼時候 你覺得是紅市 或者跌到什麼位 你確認了 喂 真是紅市了 我要做事了 那你去做些什麼 才是個問題 剛才說過 如果你又買年金的話 我覺得年金可以代替到 你做這個債券 避險的工具 因為年金是永遠都會失去你的本 一定派到息給你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市況 究竟是會怎樣的 而且你有個很確實的數字 我上集都說過 那個實現率是怎樣的 你可以了解多些 你自己選擇的年金實現率 是不是那麼好 當然實現率可以改變的 幫到你那個版塊之後 或者你整個整個財財管理 你可以避免 其實我不需要再做一些 比較保守型的一些 債券基金 或者一些基金去做投資 你可以直接做一些進攻 進攻有兩種方案 第一就是你真是看好市房 我就進入去 即是欠心地進入 甚至乎 我覺得短期找U型 即是儲基金就最好 你找現在2018年 去到2021年 甚至2020年 這樣做一個 中長期的策略性的話 究竟你看好哪些國家 之前都說過 可能我會不會開始 轉去買一些 英國基金 因為開始臨近這個 的 exit 英國究竟是不是 硬脫歐還是軟脫歐 應該去到年底 美國中期選舉之後 其實就開始炒這個 我深信 到時那個示範是怎樣 英鎊會不會有些 應該會有波幅 我想相信英鎊 甚至可能有些下跌 但是會不會因為他又加息 而去幫他的英鎊 可以支持英鎊 因為英鎊穩定 或者英鎊貶值 都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因為如果他貶值的話 其實會不會是一個機會 不敢說 所以你平均去月供他 是有機會可以領到他爆升 因為出了 exit之後 一定要做事 那文翠先生做不做到 甚至可能新 到時可能在一個新的手上 都不出奇的話 怎樣都好 哪個上台都好 都要刺激整個國家的經濟 所以一定會有些措施 幫回英國的市況 或者一些企業去做一些投資 所以英國是一個選項 你可以悠心性去 真的月供去某些英國 亞洲來說 其實你都不能走計 龍頭來說 都是我們的中國 雖然近來中國 是有些跌幅的 我深信90%的同學 基金的組合裡面 一定有中國 所以如果你之前買下的 預供也好 嬲心也好 其實我不是很建議你 你都可以繼續保持中國 因為中國 就算環球 真的現在在咬手瓜 就是和美國 上星期五開始 雙邊關稅 三百四十億的關稅 大家互劈 究竟情況是怎樣 今個星期都不知道 所以你要去留意整個環球經濟是怎樣 當然 選項還有很多很多 你說 阿Sir 我想知道這個版塊 我又沒有遇到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甚至乎 我7月30日有個分享會 勉快分享會 應該是我們新辦公室之後 這個辦公室 最後一個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把握 想了解多些 基金裏面的投資 或者基金是甚麼 如何幫到你的話 歡迎 7月30日 大家下面的連結 按照報名 去我們的課 另外 很多同學都問 機密部署的基金班 是甚麼時候開 我都還沒有行程 因為現在大家 有來到查序都知道 我們在搞新辦公室 的一個規劃 我想應該是新辦公室 才會見到大家 機密部署 暫時用著這個平台 和大家見面 有甚麼問題 記得問我 多謝大家的時間 記住 自己選擇 下集再見